而相较于上周整周炎热的天气形态 这周高温稍稍舒缓 水气也将增加 那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又是如何 请记者帮演告诉大家 相较上周整周的炎热天气形态 这周高温终于稍微获得舒缓 中央气象局表示 随着东风波动来到台湾附近 台湾上空的大气状况变得较不稳定 热对流旺盛 午后雷震雨几率增加 这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环境就是一个东南风的天气 不会像上周这样 整个都是一个太平洋高压笼罩的情形 比较偏南风天气会比较炎热晴朗 所以这周看起来目前有机会 就是说整周都是一个比较 早上可能就是 晴下午热力作用 然后水气又进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局部地方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或日雷震雨这个形态 这一周天气就是会比较 会比上一周就是舒适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温度 其实温度就没像那么高 然后每天大概都会有一些午后震雨 或是雷震雨的情形 在某些山区的地方可能更明显 所以温度可能会下降的蛮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 温度最高 高温大概都预测在32度的情形 然后低温大概26度 然后我们提感温度大概就是37度附近 所以近中午的时候 你如果在户外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的情形 如果雨没有很多 还没有下雨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在户外的时候 你就是要注意防晒 然后多补充水分 到了周四后水汽更多 零峰面东半部降雨几率明显提高 气象局也在11日 针对白天的花莲 发布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警示 提醒民众紫外线强烈 出门做好防晒 携带雨具 山区活动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长包业华林士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